陳副市長開球 由台北市副市長陳景俊開球 陳金鋒大棒一揮 巨砲風采不減當年 這場別開生命的室內開球 除了有台灣巨砲陳金鋒 還早來熊站擔任控球員 而熊站調皮的弄瘋割 讓現場趣味性十足 也為台北探索館的野球風雲路特展 熱鬧揭開序幕 除了說我們有整個一個 棒球的一些回顧展 因為棒球是一個國球 國球 那其他我們還有 世界大學運動會的一些集景 我們也把台灣還有台北 非常驕傲的 包含我們漫畫的元素還在裡面 甚至是高科技的 包含大家看到在一樓 一個AR VR的一個互動機制 所以我們這次的特展 其實是結合藝術文化 跟科技的一個特展 要帶民眾重溫球場的感動時刻 市府特別在台北探索館三樓 展出珍貴照片 回顧台北東元國小 和重慶國中棒球隊 獲得世界盃冠軍的榮耀時刻 另外二樓 則是有漫畫家 鍾夢順職棒英雄的漫畫展 包含中華職棒各隊吉祥物 和Q版球星造型畫作 還有最受歡迎的陳金鋒 打擊動作插圖 棒球是全台灣一個共同的記憶 像包括說風哥前年推球的時候 我畫那個推球插圖 鬧了一陣子新聞 每次跟台灣還是出發點 對 就是說這個東西其實 棒球隊對我是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希望大家會來共同的支持 台灣的直棒 台灣的三級棒球 還有迷你棒球 現在最新的是迷你棒球 大家各級的棒球 喜歡闖棒球 喜歡這個運動 讓我們的活力越來越強盛 透過棒球 讓全世界看到台灣 長期支持台灣球類運動的 富邦集團 這次也應邀出席開展典禮 富邦軍控之聲副總陳昭如 在致辭時表示 富邦長期贊助東元國小少棒隊 也成立直棒富邦漢將隊 就是希望能拋磚引玉 號召更多民間企業 付出實際行動 一起支持台灣的棒球發展 台播大台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